一路走一路說我眼前是玉秀峰 我這個角度拍完就是因為我在富亨上來 在富亨上來的路全部都是樓梯 現在望左邊就是見到大武山 好清今日的天氣算不錯 現在你望回我上來那裏 大約是1050級樓梯左右 上來只是花了十六七分鐘 在下面就是拿打素醫院 康志松嶺村那裏有個路口 你去到縱雅路然後經過路口康志的位置 就來到我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上玉秀峰 然後攀過右手邊就是九龍坑山 走前多少少有分岔路的 這個樓梯就直上 正常我們是這樣走的 亦都可以轉左過去看到一個路口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那邊也可以落回富亨 你不是走樓梯落 而是走山路落 我走過一次而已 那次還有一些濕滑 就是在這個位置 明顯的路口都 有些藍色絲帶 紅色絲帶 可以這樣走下去 窄些草長些 我們現在這裏屈上來 去接回剛才我們上來那裏 直上那條樓梯 我們繼續上玉秀峰 回頭望望 我就是在這裏走上來 比較斜的樓梯 旁邊都有一條很斜的山路 不過這個其實大致上 不是開出來讓人走的 而是當時為了收足那條山路 它用來運輸用的這一條 就是給那些小型坦克車那樣 讓他們可以運那些木材上來 來到這個位置就幾開揚的 你看到就是不妨在這裏停停 看看景點打卡 左手邊你看到 就是九龍坑山很靚 然後呢 右邊正前方這裏 你看到黃嶺和八仙嶺 那邊就是 荃灣淡水湖 下面你看到鳳原的 即是待會我們就打算 上去九龍坑山 然後沿著山直 下去沙羅洞鳳原 由剛才的打卡位 來到這個 玉秀峰的標高柱 只是兩三分鐘 來到這裏 如果你轉左就下泰和 轉右就是上九龍坑山 我們在這裏轉右 上九龍坑山 轉右就是這麼美的景 前面就是九龍坑山 但是這裏是 有一段仔樓梯 跟著走的山路 都是上上落落很多樓梯 跟著我們又會見到天梯 那個玉秀峰之後 走多幾分鐘 來到這裏 前面那條長蛇樓梯 就是天梯 三百多級 前面走多十多級 就是天梯的 開始了 我們在那裏 慢慢的上去 一步一步走上來 走到這裏 都大約是三分鐘 來到這裏 就是衛景標標準的104 看到這個峰嶺 這個位置一定要停一停 就是看一下 四圍的開陽景色 左邊是黃嶺 白仙嶺 然後看回整個套路港 在正前方 就見到 船灣淡水湖 走到過來這邊 就是大摩山 我們由這個 衛景標標準104 開始再繼續向上走 走多幾十步 跟著又平溫一點 還有樓梯上的 不太多了 我們很快會去到 九龍坑山的最佳的觀景位 我剛剛後面 即是二三十階樓梯 那裏是 衛景標標準105 我不拍標準 因為那裏又被人塗鴉 塗了犯法東西 其實我覺得真是 過了去的東西 有它過去 就是 最終你都要活下去 開開心心 看看將來的日子 如何過好過 我們這裏 看到這些指示牌 在旁邊 這裏走上去 就會見到 很開揚很開揚的 觀景地點 打橫掃掃掃給大家看 就在那裏走上來 前面那裏天梯那邊走上來 看完景之後 就繼續走 向前走 不要轉左轉右 屈曲回頭 那裏挖頭路 我們直去 直至到我們見到 八仙嶺郊野公園的牌 我們才貼右 然後上多幾十米 就是九龍坑山的發射站 我說的就是這裏 歡迎利臨八仙嶺郊野公園 然後右手邊的小徑上去 幾十米而已 有人下來了 那我上去再拍 有人拍照 有人在野餐 我不拍的了 我會在發射塔的左手邊 屈過去 沿著九龍坑山 嬌高處和發射塔的左手邊 一路走過來 來到這裏就會有分岔路 轉左我們可以屈回 去泰和那邊 或者去流水巷 但是我們現在是轉右的 你看到這個牌 就是把垃圾帶走這個牌 那我們就轉右 轉右過來大約是二三十步 我們見到一個很明顯的牌 就是寫著沙羅洞村及鳳原 我們沿著這裏一路下 一條路而已 不會怎麼錯的 在下山的時間 除了看樓梯之外 也看看遠景 你看到黃嶺八仙嶺 真是靚得很交關 一路走下去一路看開陽美景 跟大家講講的問題 講講是代溝 以前我們年輕時 經常聽老人家說 又說什麼不輕老人言 一輩子搶爛船 這些都是廢話來的 千萬不要說這些 到我們自己老了 千萬不要說這些 因為特別是很大部分的 年紀大了的人 他根本就不了解那些年輕人 見到的世界是怎樣 他完全是不明白的 反過來那些年輕人 都不明白老人家 他以前見到的世界是怎樣 所以你說的話 他聽不入耳 他說的話 你也是聽不入耳的 現在很多 又叫小孩 用心思讀書 我不是說這句說話是錯的 但是 你不斷地說 你不斷地給壓力 要他每樣東西都做到最好 盡量做好些 明明他不是那塊料 你都逼到他盡量 那就會產生反效果 他不僅做不好 他還有精神壓力很大 所以現在 學生的自殺比率是很高的 比起幾十年前 我們讀不到書 就出來學師 學整麵包 打金 各樣東西 試一下 你讀到書的 你有本事就讀上去 如果你讀到 是中學畢業 預科 你可以做份政府工 入境處 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不是 你說我做廠也可以 那個時間 就是工業起飛 尤其是香港和中國都是 所以 各樣東西你都可以有出爐 但是到今時今日 如果他不是讀書那塊料 你逼到他隔硬要讀書 他又讀得不好 不但破壞了自信心 而且出來的出爐 亦都不會好得去變 事緣 昨天我們和家人吃飯 成家人 成大家人 有些小女兒 十一歲 應該是五年級 媽媽是因為學校 講的情婚事 即是五六年級 要給情婚事 影響了將來派位 亦都影響了最大的影響 是學校的bending 學校的bending 123 就往往是 定奪於那班學生 究竟考到什麼成績 在情婚事裏面 所以 學校就很緊張 學校已經逼到這些學生死 你回到家 作為父母又逼 你說真的死不死 就未至於說精神崩潰 就要自殺 但是 聊天講開就是說 一個小孩 十一歲 竟然是有 一個星期連續五天 是便秘的 他還要找什麼傳銷公司 什麼那些 飲品 蔥劑 最後就搞定了 誰那麼開心 你難道吃一輩子這些東西嗎 其實 根本上十一歲的小孩 各樣東西 一日三餐 各樣東西正常 你就走去 即是給這些這樣的藥 他去吃 就通便 一次半次我覺得OK的 其實歸根究底 你要解決他這個便秘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要消除壓力 但是 你不斷地給他壓力 你就經常說那些話 就是說 你不努力讀書 第二天上不到好學校 上不到好學校 又去不到大學 你沒有好中學 就沒有好大學 你出來就找不到食 你一天到黑講這些話 你說 小孩怎麼會沒有大壓力才行 一個小孩讀書可不可以 百分之九十都是他基因決定了 你做了所有事 學校逼家長逼 然後又找補習 搞了這些東西 最終他可能很多 百分之十到 即是原本是五十分的 現在或者是有五十幾分 那又何苦呢 因為他的負面情緒 可能增加了百分之九十 那你不值得去付出 這麼大的代價 是吧 你看前面的景色多漂亮 除了讀書之外 亦都有些父母很不切實際的 那它造成為何子女和父母之間 這麼大的代溝 那他們呢 就是說 譬如 你的子女就不讓她拍拖 要讀完大學先 喂 你讀完大學先拍拖 你說多少歲呀 二十三四歲 然後呢 你什麼好事都被人選了 即是如果真正人家那些 可能初中呀 高中呀 拍拖呀 又有經驗 又知道什麼時候 那些人是講真話 什麼時候那些人是講假話 那你就 拍拖的時間 又不會被人騙 又不會呢 就踩入一些無謂的陷阱裏面 浪費了幾年時間 那你何苦呢 各樣東西要逼他呀 其實就由得他自由發展 你只不過可能教他 就是說 喂 不要搞大肚子 不要搞出事 那便算了 即是你能夠講到些什麼呢 因為你逼他 你知不知後果是怎樣 他就是偷偷地拍拖 那便不告訴你 那當然啦 你說我逼得他緊 那他便不會在外面過夜 是 但是一樣出事的 哈哈 要出事一樣出事的 日後都一樣出事的 因為你逼得他太緊了 我有個細節便是 打遊戲機 他媽媽呢 就一天到一刻 就不准他 握住他 又說要收了他 扔了他的電話 那樣不准他打遊戲機 那便好 他乖乖仔 在他媽媽面前便不打 九點鐘便落床睡覺 第二早上上學 就用心讀書 說是這樣說 實際上九點鐘落床睡覺之後 半夜十二點幾 一點便起床 趁他媽媽睡覺之後 自己便起床打遊戲機 打到早上天亮了 便起床 拆眼洗臉便走去上學 就是這樣 幾年間的中學生活 就是這樣過了 你以為你逼得到嗎 你以為你可以控制得到個小孩嗎 你倒不如開明一點跟他說好過吧 這個景真是一流 其實如果你在九龍坑山落山 應該是走這邊 走這個就是落沙龍和鳳原的方向 真是漂亮很多 你看這些景 其實所謂代溝根本就源於 就是上一輩和下一輩 他們見的世界不同 他們的認知不同 他懂的東西你不懂 你年紀大的人 懂的東西你又認為他不懂 所以才有代溝 你往往覺得他是錯 而且你更加不知道他的世界 他面對著什麼 舉個例子 你可能五六十歲 你正在用Facebook 但是你又不用IG 你又怎知道IG裏面看什麼 他裏面的群體是怎樣互動 你完全是不知道 你就永遠不知道那些年輕人 是在看著什麼 想著什麼 被什麼人影響 被什麼資訊影響 你什麼都不知道 人家說些東西都不知道 怎麼跟你說 一說你又不明白 又不懂 說都沒用 很快就走到這裡 你看到一個牌子 來到這裡才有分岔路 但是指示很清晰 轉右就是去鳳原 反過來就上回九龍坑山 我們從九龍坑山下來 所以我們轉右 其實現在這裡一路下 可以沿著馬路 到丁角路 看上去九龍坑山 走了十幾分鐘就下來了 沿著這個山脊 現在這裡就是沙羅洞 現在你看到前面那些 黃黃白白的樓 就是蝴蝶村 其實我們今天 花了大約兩個小時 鬆一點點 繞了一個圈 就是由蝴蝶村邊欄 有一座野 就是康至松嶺村的入口 旁邊有一座 叫做蝴蝶社區服務中心 那個大廈的旁邊 那條路進去 就是上到現在前面那個山腰 就是玉秀峰的山腰 我們一路這樣 去回九龍坑山的標高 然後繞了一個圈 下來沙羅洞 就是這樣 兩三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慢慢走 都挺舒服的 唯一就是 今天好像曬了一點 曬了一點有個好處的 因為天是漂亮的 你看看那邊 慢慢山上天 好像一幅畫一樣 其實說到代溝 這件事根本上 是很難收窄的 因為大家都 各不相讓 如果年輕人願意 解釋一點點 明明老人家不明白的了 嘗試解釋一點點 就是告訴他 喂 舉個例子 剛才所說 你在IG有個帳戶 你賣衣服 收拾幾千元個月 可能你覺得 是有前途 因為可以做大的帳戶 你慢慢嘗試解釋一下 他不明白 你盡了你力 如果你說自己年紀大的 不知道是什麼 你盡量尊重一下年輕人 嘗試聽一下 給少許耐性 不要一下子搏 不要拿自己的套力吸下去 我想這樣就會好些 即是嘗試 裝無知裝猛 因為其實對現在的世界 其實你真不是裝無知裝猛 而是你真是很多人 年紀大了真是有些無知有些猛 所以你見到現在那些街頭騙案 或者電話騙案那些 全部都是騙老人家的 所以自己年紀大了 要謙虛些 虛心些 虛心些 即是真是承認一下自己 有很多東西不懂 懵懵的傻傻的 向年輕人虛心學習些 他願意跟你說 那代溝一定會縮窄些 縮窄些之後 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家人之間的關係 一定會好些 前面就是鳳原 補回一句 我不是說罵些人年紀大 就說他無知 說他不懂 我自己年紀大 如果你聽我這個頻道 你就知道我 猜到我大約幾多歲 我自己也一樣 是很多就是 現在這個新時代發生的事情 我很多都不懂 十樣東西 我們了解不到十樣東西 我們可能了解兩三樣 三四樣 我們都不會和時代脫節 都不會和年輕人脫節 那是會好些的 我所說的是這樣 即是盡量試一下 我現在下去就是鳳原 在那裏會搭小巴離開 那我今天條片拍到這裏 拜拜